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家丽萍 本来是在美国读书啦 哪知道那么巧 我那一年正好子宫鸡流开刀 丽萍的爸爸又很忙 没有人照顾我啦 我就叫我们丽萍回来啦 他很乖耶 马上放弃公费就回来的哦 是说子宫鸡流应该是不会遗传了 我们家文杰是独子 要是嫁过来的一定要会生的 这个你放心啦 我的大女儿都生了两胎呢 这不会遗传啦 我看你都只吃青菜而已 要不要吃点我的牛排啊 不不不不不 牛有瘦肉筋 我不吃 不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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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不出牛肉 那这样啦 这一家这个鱼排很好吃呢 我这一半给你好不好 不不不不不 不过台湾啊 大部分的海鲜都有重金属 我不吃我不吃 重金属啊 会导致 基因突变 影响细胞遗传 甚至呢 还会有 生出畸形儿 跟罹患癌症的风险 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 不好意思啊 我们来晚了 刚刚路上太塞了 大家好 我是丽萍的姐夫 你们好 我是丽萍的姐姐 好啊 来来来 坐坐坐 来坐啊 你是发神经哦 有树没树 太阳眼镜带那么大一户 哦 啊这样哦 对人家没有礼貌啦 你卸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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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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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都点了啊 嗯 那我们也点吧 你最近在减肥 我们吃个清淡的 嗯 鸡蛋生菜沙拉 好不好 嗯 嗯 哎 鸡蛋啊 我建议 也是不要吃比较好 嗯 因为呢 怕会有 沙门氏菌 这是 里外啊 都会感染的 如果吃到感染的蛋呢 那很可能会有 伤寒 嗯 最典型的例子啊 就是 哦 高烧不退 甚至啊 还会导致肝肿肿大 哇 好可怕哦 嗯 还是不要吃比较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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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啊 嗯 这位罗先生啊 他是学食品的 所以 他们吃东西呢 都比较讲究一点 哎呀 嗯 那请问 我们该吃什么呢 什么都不能吃了 未来的小鼓掌说 吃什么 都会得病了 啊 啊 刘正宝坐下 真的 哎 对不起 我去一下洗手间 啊 哎 丽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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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